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先进封装对于晶圆代工行业正变得越来越重要。 英特尔就多次指出,目前产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半导体黄金时代,这个时代的晶片制造,需要从传统晶圆代工模式思维转变成系统晶圆代工。 因此,先进封装、开放的小晶片、ChipLite生态系和软体都将是新代工模式的有机组成。 作为晶片代工业的龙头老大,台积电过去因先进封装而斩获苹果大单,现在更是成功整合旗下SOIC、INFO、COS等3DIC封装技术平台,同时将其命名为3D Fabric,提供业界最先进3DIC技术,4IC的堆叠制封装,代工服务一应俱全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家指出,3D Fabric 封装技术平台,提供完备的3D系堆叠先进封装技术,可与公司现有高阶先进半导体晶圆代工制成技术,发挥相辅相成效果,协助下单客户成功实现其新世代高速运算产品市场发展愿景。 可以看出,先进封装制程担当产品优化关键角色,台积电也在产业上下游垂直供应链中扮演关键性整合角色,自前端设计之后端封装阶段,完整提供与客户一站式整合服。 欲与台积电争夺晶圆代工第一宝座的三星,自然也明白其中的关键,近年来也开始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先进封装的开发。 三星这几年在先进封装方面动作其实不小,其在晶圆代工中,同英特尔与台积电一样,同样有建立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。 该系列均以Cube为名,涵盖基于中介层的解决方案I-Cube,混合解决方案H-Cube,以及带货不带突快的垂直晶片集成X-Cube。 其中,H-Cube就是其最新的2.5D封装解决方案,而X-Cube则专门针对3D封装。 三星如今整合各种资源,必求在先进封装上重夺湿地,为此公布了一系列技术路线图,包括将加速2.5D3D抑制整合先进封装技术推进。 其中包括采用微突快MicroBump制成的3D先进封装X-Cube会在2024年进入量产,无突快制成X-Cube先进封装技术会在2026年推出。 其实早在2018年,三星电子的3D封装技术X-Cube就已开发完成。 不同于以往多个晶片平行封装,全新的X-Cube 3D封装云许多枚晶片堆叠封装,使得成品晶片结构更加紧凑。 而晶片之间的通讯连接采用了TSV技术,而不是传统的导线。 据悉,三星已透过X-Cube封装技术将4颗S-RAM堆叠在逻辑核心运算晶片上,并透过TSV技术进行连接。 X-Cube封装技术已应用于7奈米EUV制程,并再次试带5奈米制程进行验证。 未来将锁定高效能预算HPC、5G、AI等应用领域。 不过,三星在先进封装的实际生产中却一直磕磕绊绊。 2022年,三星曾计划投资韩国天安市半导体晶圆厂约2000亿韩元折合1.65亿美元,建立先进封装晶圆级扇形封装FOWLP产线,但遭到一众高管的质疑。 其反对的理由就是没有关键客户,需求无法确保,即便建立FOWLP产线,该产线也无法被充分利用。 此前,无论是其主要客户,还是三星本身,对FOWLP封装技术都不太积极。 三星对其层叠封装POP技术,即Package on Package拥有很大的自信,相信其有能力持续保持领先的地位。 但是,当台积电凭借FOWLP夺取了苹果的A10处理器大单之后,三星才对FOWLP的态度出现180度的转变。 据当时海外媒体报道,三星也曾在2017年投入大量资金,准备开发FOWLP工艺,并从英特尔挖缴了半导体研究机构一名董事,来全程负责。 三星当时坚信封装制程研发完毕后,苹果处理器订单即可顺利夺回,但时至今日,这个大单依然稳稳掌握在台积电手中。 三星今年为了持续推进半导体代工业务,为此不断进行组织架构的调整。 自从DS半导体事业即装置解决方案事业部,新总裁庆贵贤上任后,就积极展开组织变革以强化系统半导体业务,其中旧先进封装的布局也同时浮出水面。 先进封装业务组只属于庆贵前管辖,三星电子从苹果公司找来一名副总裁,只派其接掌美国封装解决中心的主管。 当然这还完全不够。 曾在台积电任志大19年的研发副处长林俊成,转投三星担任半导体部门先进封装事业团队副总裁。 近期的这个挖角事件,让三星与台积电的明争暗斗,又成为业界主目的焦点。 林俊成虽然早已离开台积电,但其技术履历与台积电的先进封装工艺发展紧密交织在一起。 林俊成所掌握的封装技术有很多亮点。 他曾带领台积电的研发团队建立两大产品线,一个是CoOS产品线,成功导入了Silence FPGA产品。 另一个是Info封装技术,就是那个当年帮助台积电赢得了苹果的A10处理器订单的黑马技术。 半导体业界对林俊成写专利的功利非常赞赏。 他在台积电工作期间曾统筹申请于450项美国专利转战天虹任职行长的几年间,据说专利数也破以网记录,为天虹的转型发展贡献了重要的力量。 林俊成这次加入的是三星新设立的先进封装业务组Advanced Packaging Business Team。 该部门在2022年成立,最初被称为先进封装商业工作团队,在今年升级为常设组织。 林俊成将以副总裁的身份来推进先进封装技术的开发工作。 对于林俊成的加入,业内人士认为,如果从开发的角度,林俊成会是很好的助力,若从工艺提升的角度,这牵涉原有团队的能力与默契。 领导者要在现存组织中带领团队调整,还需要跨越文化障碍与组织认同的门槛。 业内人士表示,最终要看它能发挥几成功力,主要还要观察它在三星会采取何种策略, 是先做变革再提升业务,还是会遭遇水土不服。 此外,台积电还有一个隐形的优势,是三星所不具备的。 台积电透过与世界级的后端封测公司、日月光、细品、立成等合作,在封装领域实现了超大的差距。 但在韩国后端的半导体封测产业中,目前在全球排名前25名的企业只有4家, 包括HANA Micron、SFA Semiconductor、LB Semicon和Naps,它们的合计式战略还不及历程。 韩国后端的半导体封测产业中,还面临人力不足问题。 截至2020年,韩国封装人才仅约500人,但台积电在封测方面的研发人才, 从2010年的2881人,增至2020年的7404人,成长了2.6倍。 有业内人士指出,台积电争取苹果订单的最大优势之一,就是后端的封测处理技术。 因此,韩国半导体产业必须培养出优秀的后端封测公司,三星才有机会实现对台积电的超越。 实际上,对三星能在先进封装上走多远,行业中还是存有很多疑虑的。 业内人士指出,三星在2022年的资本支出并不高, 先进封装事业部也是近期才分拆出来,其内部一直就有组织频繁调整的问题。 这对要长时间面对技术挑战的团队会带来高度压力。 并且,核心团队的承诺以及合作也非常关键, 这部分在三星频繁换降的态势下恐怕更具挑战。 但无论如何,台积电旧部林俊成强势加盟,三星得此实力干奖, 势必在先进封装领域及起直追, 晶圆代工领域也将展开新一轮的全面竞争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